花莲县府在25号召开113年度推动 禁别平等业务辅导实地考核会议 由县长徐珍为亲自出席主持 希望能够让性别平等体现在各种日常 建立全民共识让性别平等更加进步 使社会更加和谐 为了落实性别正义提升性别平权 花莲县政府在25号召开113年度 推动性别平等业务辅导实地考核会议 由县长徐珍为亲自出席主持 呼吁大家共同推动保障自由自主的性别人权 建立共治共享共赢的永续社会 其实我们说永续是花莲的日常 那性别也是花莲的日常 尤其是我们在整个政策的推动 还有我们各项的计划 或者是我们所有的各局处 其实这个应该说性别DNA 已经留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还有我们的工作理念里面 所以无论是我们各公共工程的 性别友善或者是我们所有的友善 这个规划里面 其实也是国家的要求 那县政府也都在我们新的建案 或者是我们的修缮的建案里面 都把它纳在里面 今天的交流辅导这一个部分 我们是针对111年跟112年 那其实我们在地方的交流辅导 大家从105年开始 两年一次跟大家有机会来讨论 他说这是第五次 但是花莲在前四次有非常优秀的矫线 前面四次我们有两次的加等 上次是得到优等 这个其实在县市 大部分过去得到优等会在直下时 因为资源多 推动的时间也比较长 但是在县市可以得到优等 真的是很少 也是我们整个 在地方政府推动的一个典范 社会初表示 性别平等的目标 是使两性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平等对待 而不只是在政治工作 或其他政策规定的领域 而性别平等的推动 是创造友善城市的长久之际 县府将持续推动性别主流化 落实CEDAW 结合企业民间团体 邻里推动性别平等措施 积极消除家庭、社区、学校、职场、社会上 各个角落性别歧视 让花莲县成为性别友善的幸福城市 记者徐立琴欢迎时报道